大家听我说 我是江岸集团的副总裁庞悦 我现在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当初大家把钱选择放在江湾 是因为信任我 但是如果现在你们把钱拿走 不但赚不到钱 而且还会亏损 所以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你们手里的债权 转换成股权 成为我们的股东 各位 我是陆江涛 非常遗憾 我们在这样的情景下 跟大家见面 我也承认 是我们辜负了大家的信任 但是请你们相信 这个困难只是一时的 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 能够平稳地度过自私的金融风暴 我也请各位 不要一起用事 我们心平气和地 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别唱广告了 心平气和 我们怎么心平气和 你就别废话了 你说 什么时候还钱 还利息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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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各位 对不起 各位 各位 实在对不起 我在这儿真诚地 跟你们道个歉 我也知道我现在的道歉 不能够弥补你们的损失 这样 各位 如果你们不能够接受 债权延期的方案 那么我就请各位 能够认真地考虑一下 刚刚庞总提出的 债转股的解决方案 其实这样啊 我们可以实现共赢 你凭什么让我放弃协议啊 每年说好了 百分之十二的利息价本金 你这不是单方便毁约吗 你叫我怎么下去啊 这样吧 你现在就有宣布破产 清算 这样我们还可以损失小一点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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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可以启动破产清算 但是这是对你们 最不负责的做法 你们想象一下啊 如果我此时 今天 启动了破产解决的清算 你们想想看 我们是做基建的 水泥 钢材 耗材 电梯 拆下来 这些是换不成人民币的 对于你们来说是一分不值的 我们还要花大价钱 去清扫垃圾 付环保的费用 各位 你们设想一下 能够最后分到你们手里的钱 能有多少 你们也知道 这个工厂 是科技创新类的重中之中 这个地段 也可以算是 这个城市中心的中心吧 就从现在 预售和预租的情况来看 都是国内 国外的 五百强企业 和科技创新大户 看中我们这里 那么未来我们的收益 很有可能是几倍 甚至几十倍的增长 如果你们可以接受 刚才庞董提出的 债权转股权的方案 那么在座的各位 就都是我们的股东了 未来的收益 你们自己可以想象到 这个风险 值得一冒吧 各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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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别再吹了 你当我们大家都瞎的 我们早就知道你公司 离破产已经不远了 各位 各位 我听说这个江海集团啊 快要一主了 你还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画饼啊 谁说我们要一主了 请大家不要相信这些小道消息啊 那都是谣言 并非是谣言吧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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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位 大家听到的消息 并非都是空血来风啊 你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什么人哪 终结地产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信托债务 我占一半 所以说我跟大家一样 我也是债权人的 对于他们提出的债庄股 我是坚决不同意 你们说呢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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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谎啊 这是个 各位 各位冷静 各位 各位冷静一下 咱们安安静静地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给我几分钟时间 顾总 咱俩见也不说啊 各位 几分钟 几分钟我就回来 这 这 这怎么就走了 这 这怎么办那些 大家冷静 大家冷静 我们庞总啊 就在这儿 他会给大家解释的 大家听我说 刚才陆总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不要轻易听醒别人的花言小语 既然大家相信我们江亚集团 也请相信我们江亚集团 一定不会辜负大家 只要你们选择我们江亚 选择这个好的项目 我相信你们成为我们的股东 一定会给你带来 更丰厚的回报 这个时候来报仇来了 问准安 说说条件吧 蒋头 你心里一定要清楚 你终结地产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救你哥 江亚集团的股票 我顶头再有百分之五 我就可以控股了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供你选择 一条 你把你和你哥江亚集团的股份让给我 从此以后 我们大家可以一团和气 我哥现在 还躺在病床上呢 你让我现在替他做这个决定 我答应不了你 那好 第二条路就只能两败俱伤 我现在就可以出去 告诉那些债权人 我可用本金的价格 收购他们手上的债权 他们不是要钱吗 我可以给他们现金呢 到那个时候 蒋头 你们哥儿俩会死得很惨 明白吗 好了 你可以不用现在回答我 我给你几点时间 想好了 给我打电话 站住 火腰的死 当年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你哥的意外 我也很抱歉 过两点 我回到医院去看她的 我